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留学澳大利亚》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澳洲留学选择 城市与校园环境比较 二、澳洲留学准备 行前文化适应与心理建设 三、澳洲留学生活 深入了解澳式英语与交际礼仪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澳洲留学选择 城市与校园环境比较 当然、澳洲留学是许多学子的梦想 不仅因为那里有袋鼠和考拉 还因为那里有世界级的教育机构 和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 但在选择澳洲的城市和校园时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 像在澳洲的沙滩上 挑选最完美的贝壳一样 每个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那么、让我们带着一点幽默 一起探索澳洲的城市和校园环境吧 首先、如果你是个热爱 大都市繁华生活的人 悉尼和墨尔本可能会是你的首选 悉尼、这个拥有闪亮歌剧院 和壮观海港大桥的城市 是那种连天气预报 都会让你心情愉快的地方 悉尼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 等顶尖学府 不仅提供优质教育 还能让你在课余时间 享受到海滩和城市生活的完美结合 而墨尔本 这个被誉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地方 以其艺术氛围和咖啡文化文明 墨尔本大学和莫纳士大学等高等学府 将为你提供一个充满创意 和创新的学习环境 在这里 你可能会在前往图书馆的路上 偶遇一场街头表演 或者在咖啡馆里 与未来的科技创业者搭讪 如果你更喜欢温暖的气候 和放松的生活节奏 那么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 将是你的天堂 昆士兰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等学校 不仅提供高水平的教育 还能让你在冬天穿着短裤上课 在这里 你可以在考试周结束后 直接跳进大宝礁的避兰海水中 与海龟和热带鱼一起庆祝 而对于那些热爱自然 和户外探险的学生 塔斯玛尼亚的霍巴特 和西奥的珀斯 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在塔斯玛尼亚大学 你可以在学习海洋生物学的同时 亲身体验南极洋流 带来的清新空气 而在珀斯 西奥大学的学生 可以在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公园 国王公园中 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来复习考试 或者在周末去探索遥远的沙漠 和野花盛开的草原 最后 不要忘了阿德莱德 这个被称为葡萄酒 和节日之城的地方 南澳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的学生 除了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外 还能在学期间 参加各种国际艺术节和品酒会 这简直是文化爱好者 和美食家的梦想 在澳洲留学 无论你选择哪个城市或校园 都将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每个地方 都有其独特的风土人情 等待你去探索和享受 所以 拿起你的护照和行李 准备好在澳洲的学术之旅中 也收获一段人生的奇妙冒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留学准备 行前文化适应与心理建设 各位准备前往澳洲深造的学子们 首先恭喜你们 即将踏上一段新的学术旅程 在你们打包行李 准备文术的同时 别忘了也打包一些文化适应的小贴士 和心理建设的工具箱 毕竟 你们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 还要学会如何在袋鼠国度里 优雅的跳跃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文化适应 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这里你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但是 不要以为这意味着你 可以随意使用你的母语 实际上 这是一个练习英语的好机会 尤其是澳洲英语 你可能会发现 澳洲人说话速度快 且喜欢缩写 比如 Afternoon可能会变成Arvo Barbecue可能会变成Barbie 所以 当一个澳洲人邀请你周六去他家Barbie 他们并不是想让你玩娃娃 而是想和你一起享受户外烧烤 接下来是心理建设 离家远行 尤其是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难免会有些许的心理压力 你可能会遇到所谓的文化冲击 这是一种 因为离开熟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而产生的心理反应 不过别担心 这完全正常 解决的办法是保持开放的心态 积极参与当地的活动 尝试理解和接受新文化 记住 每一次小小的冲击都是成长的机会 此外 澳洲的生活节奏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悠闲 这里的人们非常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所以 不要惊讶于商店下午五六点就关门 或者街上星期天几乎见不到人影 这是他们享受生活的方式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去海边冲浪 或者和新朋友一起去野外徒步 最后 别忘了澳洲的自然环境非常独特 你可能会在校园里遇到袋鼠 或者在户外遇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请保持尊重 不要试图去喂食或者触摸它们 因为这可能会对你和动物都造成伤害 总之 澳洲留学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既有挑战也有乐趣 准备好你的心态 拥抱新文化 你将会有一个难忘的留学生活 记住 当你在澳洲的时候 不妨多说一句No worries Mate 这句话不仅能帮你融入当地 还能让你在面对困难时 保持乐观的心态 祝你们在澳洲的学习和生活一切顺利 也许某天我们会在悉尼歌剧院前不期而遇 共同享受一杯香醇的Flat White咖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留学生活 深入了解澳式英语与交际礼仪 好嘞 同学们 今天咱们来聊聊那个遥远而又充满魅力的南半球国度 澳大利亚 以及那些披着带鼠皮的英语表达和交际礼仪 拿起你的笔记本 或者不如说抓起你的澳式Barbie 烧烤架 我们要开始一场文化之旅了 首先 澳洲英语 这可不是你在英国或美国学到的那杯茶 它有自己的味道 就像澳洲人对于Vegemat的热爱一样独特 虽然对于出场者来说 那滋味可能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澳洲英语中充满了缩写和礼语 比如Arvel是下午 Beak是饼干 还有Thumbs在这里指的可不是内衣 而是人资托 所以 如果有人问你Wanna Grab a Bix This Arvel 他们只是想在下午和你一起吃点小饼干而已 交际礼仪方面 澳洲人以其随和和友好著称 不过 别被这表面的轻松氛围给骗了 他们其实也很看重Mate Ship 也就是伙伴关系 在澳洲 你的朋友可能会给你起个昵称 通常是通过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 All or Why 比如Jano或Double 如果你被赋予了这样的拟称 恭喜你 你已经被纳入了澳洲人的朋友圈 还有 别忘了澳洲人对于排队的热爱 无论是在咖啡店还是公交车站 保持队形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插队在澳洲可是大忌 这可能会让你在一秒钟之内 从受欢迎的国际学生变成被口水淹没的背景版 在学术环境中 澳洲大学鼓励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学习 不要害怕在课堂上发表你的观点 但记得要尊重他人 澳洲人可能会直接地表达他们的想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尊重 实际上 开放的讨论被视为知识交流的重要部分 最后 如果你有幸被邀请参加一个澳式烧烤 记得带点什么去 这不仅仅是礼貌 也是一种参与感的体现 而且 如果你能学会如何完美地翻考一块澳洲牛排 那你的澳洲留学生活 可就算是圆满成功了 所以 亲爱的国际学生们 当你们踏上澳洲的土地 不妨放松一点 但也别忘了这里的文化独特性 学会去适应和欣赏这些差异 你的澳洲留学之旅 将会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现在 让我们一起说 No worries Mate 开始我们的澳洲冒险吧 亲爱的观众们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 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澳洲留学选择中的城市与校园环境 形前文化适应与心理建设 以及澳式英语与交际礼仪 通过幽默和轻松的方式 我希望能够为你们带来一些有趣的信息 在选择澳洲的城市和校园时 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无论你是喜欢大都市繁华生活 还是温暖气候和放松生活节奏 亦或是自然和户外探险 无论你选择哪个城市或校园 澳洲留学都将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带给你丰富的学术知识和人生体验 在形前文化适应与心理建设方面 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参与当地的活动非常重要 虽然可能会遇到一些文化冲击和心理压力 但这些都是成长的机会 同时你也要适应澳洲人悠闲的生活节奏 享受生活的平衡 最后了解澳式英语和交际礼仪 将有助于你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澳洲英语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理语 而澳洲人的友好和随和也是他们的特点之一 记住要保持对形和尊重他人的观点 在学术环境中积极参与讨论 我希望通过这些内容 能够帮助到你们在澳洲的留学生活中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 再次感谢你们的收看 希望你们在澳洲的学习和生活一切顺利 记住 澳洲留学不仅是一次学术之旅 也是一段人生的奇妙冒险 祝你们好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